從日本活動開始 整理人員 我在日本的時候 工作的時候 電機公司 公司 營業部 邁過來 四十年前 登上要退學 來這裡 我的同學是他的獨家 太臉了 所以才認識 我去日本留學 然後就留在日本嫁給他 所以我們後來結婚以後 就不到一年多 他就說我們的那個 沒錢租房子怎麼辦 我說就搬到鄉下一點 便宜一點的就好了 反正不偷不搶不管他 他就說別人會笑 我說管他誰有什麼好笑的 那我們就從 我們的人生真的從零開始 那我們不一定要賺錢 但是至少可以維持我們基本生活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 很新鮮啊 剛開始前三年很快樂 每天都上山下海到處看 然後覺得這裡的風景怎麼這麼幸福 只要一出門就看到風景 大山大海真的是台北無法想像的 因為我喜歡日本的很多東西 我們家所有的碗盤啊 什麼都是我從日本搬回來的 所以我瘋狂的愛日本的那些 除了設計師 我們還把設計師帶到日本去研究 研究說我們要的感覺 我們是想要讓人家體驗日本人的家庭生活 我們最主要的 因為其實花蓮跟日本的殖民地的那些歷史 有很大的淵源 然後我們覺得說這樣子比較有故事性的話 生活品質就是我們在台北不可能買那麼大的房子 還可以停車還可以洗車子 覺得到處這樣的那種好像台北人很奢侈的東西 在這裡很簡單就可以實現了 全世界的風景要比花蓮漂亮的也很少 真的可以很驕傲的說這一點 而且這裡很有人情味的就是 你會無緣無故在門口就撿到 就撿到人家送來的芭蕉或香蕉 要不然就是柚子 我是覺得在花蓮可以做 有的人買地種菜啊 種菜它也 其實種菜你說一把二十三十 哪有錢 賺不了錢 只是買一些肥料而已啊 就是這樣的生活很單純這樣 因為他都是上班族的 我們這一輩子也沒賺過大錢 也不知道賺大錢是什麼心情 只是覺得說 生活這樣平平淡淡 然後很安穩幸福的生活就好 我們也不要什麼大風大浪啊這樣 我們一會兒 我們是大金子 還有一堆 如果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從來《市場小小城》 але是有很像 我們當時空長大寨 首先讓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是可以的